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关德星 张彻 楚源等之后 徐克成为八九十年代香港武侠电影最重要的领军人物 以《千女幽魂》系列 《黄飞红》系列等作品 写就了一篇篇的武侠传奇 印记了香港电影的起起落落 徐克的电影可看性强 把江湖用极尽写意的方式表达形式夸张但并不大于内容 拿卧虎藏龙作笔 李安拿武侠作壳讲的都是人性 此人性筋骨相同 而徐克纯粹只是想让观众看到那么一个前所未见的武侠世界 本次由他监制的新龙门客栈也随处可见独特的徐克风格 凛冽的大漠 西北的民风 江湖的侠义 精彩的武打 鲜明的性格 这些浓厚的武侠元素柔杂在一帮武林侠市救助中粮后 跟冬场高手在大漠龙门客栈发生尔虞我诈的遭遇战故事里 很轻易就能把人带进那个在万里黄沙之间爱恨交织之际的刀光剑影中 影片的背景是大漠 黄沙滚滚 汉海栏杆 孤寂客栈 儿女情长 沙漠中有人行走才会不孤单 行走的人总要有个暂时的落脚之处 而这个地方就是龙门客栈 就是在这小小的客栈里 上演着江湖儿女们的恩怨情仇 金香玉的风骚 秋莫言的高冷 周淮安的侠情 他们的意气风发以及东场公公被剃小腿时的痛苦 这些有血有肉的场面 无时不刻都在勾起观众对武侠世界的向往 而影片最后的镜头也让人印象深刻 彼天黄沙 黄沙连着天 天连着黄沙 远远望过去 一面发黄的大旗正在风沙中飞卷 大旗似已远在天边 孤殿似也远在天边 一段恩怨情仇就在这远在天边里终结 同时 另一段恩怨也在此开始 灿烂之急 缤纷凌落 澄澀药木却在永夜寂寂 刀光剑影 不过是书生意气 神话为虚 而女情长 不过是红尘落寞 空怀冥想 之前荒凉肃杀的画面 随着茫茫荒漠 逐渐拉开新的江湖帷幕 我知道你似曾相识 但这不是古龙笔下的编程 这是徐克镜头里的龙门 古龙是经典 新龙门客栈同样也是经典 而经典之所以为经典 就是在今天看来都能看出荡气回肠 对酒当歌的武侠情怀 更不用说那流芳百世的配乐 着眼当前 在电影市场越发工业化 流水线作业的年代 情怀不再是电影人追求的终极目标 但新龙门客栈却将情怀流传 其新派武侠巅峰的地位 继续让众人高山仰旨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给我们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